而在台风逼近的时候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也提前戒备 针对水门抽水机组做了全面检测 也和辖区机关保持横向联系顺畅 要落实防汛抢险的整备 杜苏睿台风逼近台湾第九河川局局长王国梁指示单位提前戒备 并与辖区机关保持横向联系顺畅 依台风动态立即成立防汛抢险整备 我想这个杜苏睿台风 虽然看起来像目前是往南偏 可是按照气象局最新的资料 应该是晚上会发海景 明天早上的话就会海景入景的部分会来发布 那九局的部分你知道说花蓮的地方 辖管范围非常大 那我们上个礼拜五周末开始就开始请同仁再整备 包括我们局内相关的一些 防汛的设备跟措施都已经做一个检查 那在昨天下午的部分 我们局面的主管也开了一个紧急应变的会议 那今天早上署长也特别关心 也开了数个一个视讯 把所有全省的一个河川局跟水资源局 大家找过来一起开国会 我想很多东西只有做好完全准备 我想这才能够去应用未来的一个可能的灾情 九河局提醒民众要检查住家的屋顶落水管是否阻塞 也适时清理住宅周边的排水测勾和排水勾盖 以免造成淹水积水的情形 河川变道用路人也要注意水勤不要强行通过 同时也建议民众可以透过防灾资讯服务网 行动水勤APP警戒简讯通报系统等 来掌握及时的讯息 多一份警戒少一份灾害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